我现在已经成了网瘾少年了 天天网购 每天加盟好一大堆快递 看看这都是什么 哦 这个是那个什么 这是我给我女儿 圣诞节 我送她的圣诞礼物是纹身机 这是纹身用的颜料 这是我跑步用的一个护膝 三排颜料 这个是什么 这个这么重 这应该是枪盒 这是我买的放枪的 这个很重 这个也是made in china 哦 这个是钥匙 做的还挺精致啊 这是一个铁皮箱 保险箱 然后有几种开锁的方式 一种呢 是按密码 一种呢 是按指纹 然后 还有钥匙 就是 在美国 他对你 就家里持枪哈 就是对你枪支存放是有要求的 就是说你那个枪 他应该有枪 有那个搬机锁 或者呢 就锁到枪柜里上 我回头还会定一个那种立式的枪柜 这个一般是放在床头柜里的 我为这个 其实还买了一个床头柜 床头柜已经到了 就是这个放在床头柜最下边那层 你有事 按指纹 啪 他这盖都会开啊 枪就可以拿出来 当然了 这个 美国治安没有那么乱啊 我这是充电线说明书 它其实不大 它是说挫着放可以放两把枪 我回头还要再买一把9毫米的格洛克19 我徒弟要了 这个怎么设密码 还有 我这是电池 它是充电电池 所以都要看一下说明书 研究一下才能装上 好像还不是说就可以设一个指纹 你可以设两个指纹 就是我老婆的在这一按 他也会开 我的一按也会开 到时候我要放在床头柜里看看 是左手顺手还是右手顺手 怎么顺手 然后按密码也可以 用钥匙也可以 它大概其就是这样 你手一按 啪就弹开了 这应该是挺结实的 而且这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你先跟我说 就是很多卡车司机 就是跑长途那种卡车司机 他们的车里头也会挂这么一个枪 如果有到有遇到问题 首先这就会看 如果啊 我要买了房车 因为房车我想贷款 他们工作效率挺低的 贷款的首付已经研究通过了 现在就是贷款的时长还没有敲定 我希望贷款时间长一些 这么着月供会少一点 如果他们回复了 就是这个期限是我比较满意的 那我就会去买那辆房车 到时候这个也可以放在房车里 你看它有孔可以固定在房车的某个位置 这就会放在房车里的某个位置